I'm just singing cause it's over 傅达人将安乐与世道别亲友全到场,离开前抱20年来放不下的怨恨,一句话就毁了我。 傅达人近日身体状况没下预况,身体已经瘦到剩48公斤,一直以来他都希望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命,因此患病后前往瑞士争取安乐资格,也拿到了符合安乐标准的认证,傅达人其实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迎接最后一段路了,但是看到儿子结婚,他突然不舍家人, 于是将时间往后延,近日传出他将在今,7号,执行安乐,走之前他也接受采访,录下最后的一段告别。 孙悦与傅达人,突翻设字傅达人脸书。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傅达人是台湾第一个体育台主播,如今将与世告别引起许多人的不舍,为什么一定要走上安乐这条路,傅达人表示我一直在提倡安乐,因为这是人道的尊严, 这是我认为上帝开了唯一窗口,上帝是慈悲的,是赦免,救你于痛苦,你很痛苦又走不了,这个方法对你好。 如果不行,他自然关门,我来目的很多,不是钱的问题,三百多万是我自己出的费用,你非要走这条路,你不走,台湾老百姓没法知道。 图片来源,三例新闻。 对于即将安乐傅达人无所畏惧,他认为他的一生已是平安又喜乐,完全没有任何遗憾,且家人都已经陪在他身边, 虽然看到儿子每天哭泣,虽然看到儿子每天哭泣,傅达人也非常不舍,但他觉得以他现在的身体,已经没有活的任何条件,他希望自己走时是如睡着一样,对于一生中有无怨恨,傅达人坦诚是有的,而且放不下了二十年。 图片来源,傅达人脸书。 他透露我有一个二十年来的秘密没说,那就是我被伟来体育封杀的事情,大小篮球比赛有多少。 我从65岁退休,背个我二十年,那里头有一个仇人不知道怎么得罪他。 这个我要讲出来了,这有证据的,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他,大家都说我是台湾第一主播,但是呢,他们这么多篮球赛,他们连第一次都不请我,没关系,我到别的地方发展。 接着又说他们就是杯葛,不是我一个我。 好多明星被杯葛,被封杀,没有任何理由,当时亚洲女兰开赛,第一场时还请我来播,第二场时突然就换主播,那这些主播真正懂这些东西吗? 这是影响观众的收视权,观众骂死了,他为什么听不到,为什么那个导播可以在台上面乱骂,你们采访的新闻长官意思是怎样,你们新闻记者没有新闻自由, 这标题要写,你要采访,长官同意不同意,要不要发,他一句话就把人家毁了,这就是我们新闻界的恶习和黑暗,我要说出来,我到现在才讲,我是怕影响他们那些小孩,这个东西你看用什么客观的方式,解救这些人,解救观众的收视权益。 图片来源,自由时报 最后复杂人向台湾民众告别,各位亲爱的观众,按着定命,宋军千里终有一别,我在众人目光中是一个公众人物,为台湾服务了60年的人。 各位亲爱的观众,你们爱我,我爱奶们,你们舍不得我,我也舍不得你们,但是我的身体状况无法继续下去了,我选择了安乐,合法合理合情的在瑞士执行。 非常潇洒地走向人生的尽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